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门看很多人穿短袖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没有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气候都是非常异常 那很多人讲 哇 那你看的是一个 怎么样的那个 我告诉你 现在联合过气象峰会在开的时候 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在作假 没有人真正想解决 反正那是下一代的事嘛 对不对 都在作假 地球的软化 每个人都在假 那最不配合当然就是美国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东西看了 但是 哎呀 这不晓得怎么办 就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 但是也不是只有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美国是最不负责任的 全世界将近八十亿的人口 美国会有三亿 用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资源 那他还 要他签什么他都不签 然后每天在讲 他们是爱地球 所以有时候看 这东西都没有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 今天台湾的选举也很热闹 各位朋友 我们嫌疾剩几天了 三十二天 三十二天 很快的 等于说一个月以后 投完票就准备过年了 那这一次的票 影响到 中华民国的未来 可以这样讲 那这些人 这些人这些事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今天上午抽签 柯文哲一号 那 赖肖配二号 侯康配三号 就三个候选人三组 那当然 每个人都会用 他的数字器 表示他的 大家都喜欢说一号签网 但一号能够当选的 看台湾的选举史里面也不多 对不对 可是 大家喜欢 因为一就是一号 可是 柯文哲今天亲自到场 那其实很容易解释 其他候选人都没有亲自到场 柯文哲亲自到场 带着黄珊珊 为什么 因为他也没地方去 我老实讲 他也没地方去 你要到地方去 立委一定要把 立委候选人要把他场子摆出来 然后造势 对不对 至少要去借场地 要去造势嘛 可是看事在庙口 那你还要去租一些椅子 让大家可以坐嘛 不是你在上面讲 大家在校院站 不是嘛 那你可能要有一些茶水吧 不一定吃一百块的便当 你总要有些茶水吧 你有些文献吧 大家也不能空手啊 那来的人 你要给他一只棋子啊 上面写你的名字 或一个帽子啊 对对 这样摇起来才有那个趋势嘛 柯文哲统统没有 各位 为什么 大家记得蓝白河 那时候国民党说 政党实力 要纳入 重要 不重要 不要 柯文哲 就是这样的人啊 各位朋友 没地方去 那他到 中选会来抽签 他知道所有记者都会在场 所以他独家接受 所有的记者访问啊 哇 你看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空战 懂不懂 所以他是有经过 思考的 既然没有地方去 就到中选会去 反正记者都在 那你 其他候选人 没有记者都在的场合啊 各位 台湾的记者 有半数都在台北市 我在台北市跑新闻这么久 很多 很多人说 他这资深媒体人 都怎么样 我有时候看了都很辣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实际上在线上 跑线还时间还蛮久的 就是说 然后我每天要看 非常多的媒体 就是说我不认识的 你说你是资深媒体人 我是不太相信 我不认识的 因为我们再怎么跑都会 台北就这样大嘛 你就会碰到 那你会去的场合 我也会去很多地方 你就 这个人我为什么 为什么不认识 好 那当然你也有可能 查身而过 没关系 我每天看那么多媒体 现在媒体都要把记者的名字写出来 对不对 那好歹我也听过 我老实讲 很多人我听都没听过 第一看到这个名字说 他是资深媒体人 我有时候看了 他怎么资深媒体人 我跑过哪条线 不知道 比如说 以前柯文哲找来当什么 廉政透明委员的 习清皇我就真的没听过 他的媒体我也没听过 然后打出来就资深媒体人 我说 这什么媒体啊 因为我每天要大量去 阅读所有的媒体 你知道吗 我要看 有些媒体 有些很小的媒体 都可能有独家新闻 就是你去看 有没有什么嫌隙 这就是一个 一个我们广纳各方的那个信息 就是一个方式 那大家看 柯文哲今天来了 柯文哲说 很重视 很重视要亲自来抽签 2018年柯文哲就不是亲自去抽签 难道2018年你选台北市长连任 你不重视吗 小董考考你 谁去抽签 我告诉你 作家小伟帮柯文哲去抽签 小小撒个野 小野 大家知道小野过去在中营 跟吴恋真 后来他们是非常支持民进党 不用讲 但是没关系 我讲这个 因为谁支持谁都一样 在台湾有些东西 你要看 因为台湾是一个 非常 社会非常失劣的 非常扭曲的 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因为民进党执政 他们会去强化这个 那他最简单的逻辑 台湾多数人都是闽南人 闽南人占了人口四分之三 所以我只要去拉这一部分 四分之三里面 对不对 只要有三分之二投我 我就上了 永远上啊 各位懂了吧 民进党的逻辑就这样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搞足钱 每天要去抗中 他的道理都在这里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大方向 那他要用这个 你这百分之七十五人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投我 我就上了 简单讲 他就是这样的逻辑啊 那这种选举 他本来就很微妙 柯文哲在那边接受 选举就开始讲了 有人就提到 有一个网红啊 这个网红啊 因为我讲这新闻比较新鲜嘛 比较新鲜就是说 因为上午发生了嘛 那你今天看报纸 这些报纸都是 昨天前天发生的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比较新鲜 立即的 波兰有个网红 他在台湾很活药啊 那这个网红啊 他跑到伦敦 去拍吴欣宁的豪宅啊 然后他坐现场 你看这就是吴欣宁的 这一大洞的那个 你看他就豪宅你看 那再红次 因为吴欣宁要 要让社会的财富比较平坚嘛 要年轻人怎么去那个嘛 那吴欣宁显然不是嘛 吴欣宁是吴火师的孙女 他爸爸是吴东晋 他是星光金控的公主 他们家族是一个金控 非常有钱 对不对 这大家所知道 老实讲你要生在哪样的家庭 也不是自己可以决定 我生出来 我爸爸就是吴欣宁的儿子 我有什么办法 是 我都可以接受啊 我都可以接受 那你要去跟年轻人讲说怎么样 我也可以接受 你有你的说辞嘛 这个都可以 柯文哲被问到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吴欣宁 吴欣宁跑去参加 就是联了个七项风会 这是第28届 他跑去刚好避开了 因为记者每天读他嘛 他有个他比较容易讲错话 讲错话 老实讲 就是记者 记者本来就希望你讲错话 可以来来做一些 发挥嘛 他本来就是这样 全世界记者都这样 我不骗你啊 对不对 有一天三立电视台来电台读我 董哥你怎么讲 那台湾找工作很容易找 台湾找工作当然很容易找啊 只是你要不要去做而已啊 职信中心的主任碰到我 董哥拜托你在节目帮我们多讲一讲 我们职信哦 你来我们每个月还要花钱补贴你 我们的水电班哦 你开鞋不到 不到一个月啊 所有水电行 那种工地的大老板都来 要求跟我们的员工签约啊 找不到人啊 知道吗 我说很好找啊 三立的记者就要来读我 他就希望我讲话 那我非常清楚 我在电视台也一段时间了 你讲很多话他就可以剪接嘛 我一句话都不讲 你知道我们这边 他就一路追我 追到捷印站了 董哥你讲一句话嘛 他跟我很说 拜托你啊 我不讲 我为什么不讲 因为我知道 我认识你没错 我也很同情你 但是我没办法因为同情而 自己在身上砍好几刀 让你们去剪接 让你交代为了顾你的投入 对不对 我不要这样做 所以我一路上不讲话 你知道他们有一次啊 跑去邱毅家里堵他 邱毅车子要出来 他们车子就挡在那个车道 这邱毅跟我讲的 他挡在车道 邱毅只要停车啊 下来说你要干嘛 三立我不接受网问 委员你接受我们的网问吧 你不接受网问 我回去可能就没工作啊 怎么样 那邱毅也是很同情啊 那你要问什么 问了一堆问题 通通没有登出来 他做出来新闻是做什么 邱毅哦 把车子挡在车道 挡在人家车道 我因为被你挡住啊 我只要下来跟你交涉啊 挡在车道 害人家后面车子过不了 压坝啊 各位朋友 新闻做这样 我讲这个是邱毅跟我讲 我真的不可思议耶 各位朋友 我们很多人可能 因为老板要求你需要怎么样 去问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说 这样当记者也太可怜了 现在台湾很多记者当得很可怜 记者我认识很多嘛 碰到 有时候他们报社那种立场太鲜明 有时候碰到董哥拍写 就怎么样 我都可以理解啦 但是你看在台湾 柯文哲去讲吴欣宁这个 因为今天记者就问他 你柯文哲自己来抽签 柯文哲就准备在这边好好的讲话 我来这边抽签假装我很重视 对不对 我说你根本不重视啊 你2018年为什么不自己去抽签 为什么叫小伟帮你抽签 我小董都用对照的 那他今天就记者就问他 人家往红去拍那个吴欣宁的豪宅 柯文哲怎么讲 我告诉你柯文哲为什么我看不起他 就是他每天信口开合没有逻辑啊 他说吴欣宁人家家一个有钱的老公 这也不是他的选择 你要嫁给哪一个老公怎么会不是自己选择 难道是你爸爸逼你嫁给他吗 告诉你柯文哲这没有逻辑到非常 但是我不是要讲这件事情 吴欣宁的豪宅跟他的老公毫无关系 是他爸爸金框金框的老板 吴东进在伦敦帮他买的 这众所作之啊 各位我讲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柯文哲都可以用这种东西 你有心要来接受訪問 你就诚诚实质把事情理清楚再回答 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式嘛 就像我知道三立要设计我 我从头到尾我不回答 因为我怕你剪接嘛 你会不会剪接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回答嘛 但他还是做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 我去吃一家那个卤肉饭 那老板说 诶 董哥我这样看到你 你原来那么有名喔 他忙到没有时间去看所有政论节目 你看晚上都忙 弄完都晚了你知道吗 回去就累得只能睡觉 我说我在你这边吃了好几年 你不晓得我是名人喔 我跟他开门 你不晓得我顶顶大名 我说你怎么会看到 他说因为 他那个中午忙完了2点多 电视打开在那边 有客人就去把它转啊 反正要看哪一台就很多人转 刚好转到三立啊 他说你你那么有名 我看你酷酷的一句话都不讲 我说我不是不讲 我怕他剪接嘛 所以我自己要有点防患 我们有时候要有些防患 我们有时候会被记者堵麦嘛 那柯文哲你是显然有备的来 你这样就叫做信口开合 吴欣宁的豪宅和他有钱的老公毫无关系 我讲是不是 是他爸爸 是他那有钱的爸爸帮他买的嘛 那时候他去那边读书嘛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你说都大的豪宅 以金贡来讲还好啦 当然那豪宅是非常好的 就一栋大楼啦 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讲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 样子啊 他们这两天发布说他们的民调 已经都高了 我亮给各位听你会笑死啊 他说他们的内参民调 他说赖清德29.9 柯文哲27.6 侯友宜24.3 各位看 侯友宜要变第三 在柯文哲的民调里面 前台湾所有民调 侯康佩都差 赖消费 差大概 有做1% 2% 大概到5%之间啊 那柯文哲已经被抛到很后面了 柯文哲现在都不到20%啊 侯康佩 跟赖消费大概都30% 各位我讲这个你 随便看任何一家媒体大概都这样 这些媒体是没有 他可能有他的 有他的立场 可是他的做出来的大概都就是这个结果 难道每一家都勾结吗 不可能嘛 那柯文哲这家民调就是他喜欢引用的求真民调 那要不要 现在还32天 要不要来打赌 如果出来的结果 不是这个牌系 现在柯文哲排第二啊 而且差赖经德只差一点点啊 对不对 2.3啊 将来如果不是这个牌系 那这家民调公司要不要收摊 我告诉你 他们去年也这样去做啊 民调公司我最喜欢 最喜欢去比较啊 我收集很多民调的资料 因为过去有人告我 因为我骂人家假民调啊 他那我就 我就对民调很有兴趣 我就去研究 民调为什么会做出来 他讲的好像他很有道理 可是做出来为什么 差这么多 求真民调 他那时候做谢龙介 不讲了 谢龙介被人家做民调 只有十几%啊 黄伟哲五十几% 谢龙介十几% 七年九二一选举 大家去查查看他们两个的民调 跟投票结果出来差多少 那些民调公司 都被人家挖苦到无地之龙啊 人家拿四十几% 你把它做十几%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 差太多了 民调会有误差 你做出来跟结果 可能差个三五% 有时候大家都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民调毕竟不是跟 直接投票情况不一样嘛 可是怎么会差那么远 各位朋友 有时候看这里就看了 就笑一笑啊 那我有时候 我其实 每天也接触非常多的民调 那靠文哲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要去拉 我要拉第二 我要弃保国民党 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 可是因为所有的民调出来 对他就非常不利 就说他显然他会被弃保啊 那靠文哲现在就 就怎么样 反正我也没地方可去 我没有政党实力嘛 我到地方没有人 我没有立委啊 他 这些场子 他到地方去帮区立委选举 最风光的场子 就是台中一选期 蔡碧如那个选期 哇 啊 那个选期 为什么人那么多 因为台中市长是卢秀燕啊 啊 当地的朋友 帮他啊 对不对 蔡碧如跟我也是不错的朋友啊 要是我们那个 我们也都会帮他啊 那你帮了以后 柯文哲哇 好像觉得哇 我人真都 你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人啊 他不会投你 他们都投活有余的 我告诉你 本来就是嘛 柯文哲以先知肚明 那他要去其他地区 没办法去啊 那边不会有人 你记得拍起来零零啰啰 一百个两百个 他到澎湖 陈佩琪的老家 欸这是 你是这里的女戏耶 两百个 来两百个人 各位朋友 那你在场子 你是选总统耶 你今天不是选里长啊 选里长也不止两百个啊 对不对 我讲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他就越来越不敢去地方 除非有场子 人家可以跟你弄好 那他想方设法就弄一个方式 我来到一个KP的 KP就科P嘛 KP的TV 自己做网红 里面自己播一些东西 然后每天来讲 各位朋友 你现在看到情况是怎么样 每一个党 他的不温期立委 都会很卖力啊 譬如说民众党的林楚音很卖力啊 他说 你们讲潘孟安那个豪宅 我就住他家旁边我会有 哇 你是不是会帮帮帮 可是他很努力去打嘛 去帮 赖消费打嘛 对不对 然后 你再去看庄瑞雄 庄瑞雄不温期立委 他也努力去打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 民 民进党的不温期 是有加入选战的 国民党的不温期 那更不用讲 排第一名的韩国瑜 南征北討 你看 哇 每天经济连连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民进党打马文金 就像在打蜡肉 我也不晓得蜡肉怎么打 可是媒体做标题 就觉得好好笑喔 马文金被民党栽赃的 无以复加 那民党他对手自己有违建 还去租了人家的地 这地他哪去 哪去化成停车场 又被抓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讲这个的时候 然后整个选举 都可以看到不温期 一定要替他的政党 去征集不温期的选票 不温期选票就是政党票嘛 然后再拉抬 他们的总统 跟他们的区域立委 本来就这样 民众党没有啊 民众党没有 民众党没有 区域立委在地方在跑 在帮忙拉票啊 因为他也没地方去 柯文哲当总统候选人 也没地方去 这就是他碰到的一个 一个困境你知道吗 那困境这个叫陆军之战 你没有办法 你就只好用空军 空军就用网路 就RKP RKPTV 那当然啊 他要去迈弄 各位朋友 其实你要检视柯文哲很容易 我不太想讲了 柯文哲在台北市支持力非常低 大概只有10% 本来13.7% 现在又更低 为什么 大家看到大鸡蛋 就想起柯文哲 怎么去阻止大鸡蛋 现在台湾最好的 最被世界上瞩目的 就是大鸡蛋 亚洲锦标赛在这里开打 虽然昨天中华队很神勇 但跟日本人打第二场 第一场输一分 昨天也输两分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打得很神勇啊 对不对 因为日本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日本排名全世界数一数二 我们可以跟他纠缠打这么久 他其实是很啊 那我们跟韩国4比0 大家全民振奋 我在讲 我们让全世界顶尖的球队到台北来打 因为我们有一颗大鸡蛋嘛 其他地方都称为鸡蛋 没有这颗 这么耀眼嘛 柯文哲把他打烂啊 就好像他在台北市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把他搞烂 然后自己对外又讲得很好听 对不对 柯文哲 市长最重要的针件 大家都很清楚吧 给我八年盖五万户 五万户的色彩在哪里 好 请指给我看啊 指给我看啊 各位朋友都已经卸任一年了 快一年了 大家想想看 我不是喜欢打开或怎么样 我从过去就这样讲他 即使蓝牌的期间我也照讲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哦 他是一个示威一个价值啊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嘛 那柯文哲今天就说 他不太同意 蔡英文的两岸路线 你前阵子不是这样讲啊 你到底有什么中心思想 没有中心思想 摇来摇去 这个就是柯文哲 有时候讲他真的不太想讲 但是好歹他今天出现了 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上新闻大八卦 在中天三点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从 柯令利开始 是 谢谢柯令利 非常感谢支持董哥 环美前 啊 豆杯咖啡 哇 柯令利 环美前要 要回来投票哦 各位朋友 拼一张 谢谢 非常感谢 是 然后柯小姐 柯小姐 柯小姐我们的好朋友 菲律宾来了 柯小姐非常感谢 然后马拉格基 夜兰来了 好朋友 哇 他 他PO的图跟柯小姐同一张 非常 因为一个在 夜兰一个在菲律宾啊 很不容易耶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看 那因为他们都很早就PO了 谢谢 谢谢 然后道阳 谢谢道阳 他抖念我 他引述《真诚报》 《真诚报》 高雄最好的报纸 那因为疫情期间 他的 他的 紫媒啊 就是报纸收了 他现在是电子报 各位朋友 真假的真 找成的成 一定要看 然后Wincent Wang 谢谢Wincent Wang 我们年轻的好友 我昨天在电视台 他一直的抖念 非常感谢 然后宋秉隆 谢谢秉隆 非常感谢秉隆 谢谢他没有留言 但每天来抖念我 还有艾利克斯 艾利克斯 真的好样的 也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然后Gino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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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也是一张漂亮的图 谢谢 他也给我很多的抖念 然后陈邦寡人 是新加坡的好友 大家对他就很熟悉了 那他 你看 他谈到很多 乌克兰的情况 其实你现在看乌克兰 我看他们那些征召的兵 都五六十岁了 因为年轻人 很多人都打死了 各位朋友 可以看到 真的可怕 林中达 非常赞 谢谢 非常赞 非常谢谢中达 还有三字幕 谢谢三字幕 佩莉佩 美国来的佩莉佩 每次都给我一大笔 非常感谢 佩莉佩 然后是 是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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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谢谢柠檬 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叫 夜儿像柠檬 那当然了 高高的挂天空 谢谢柠檬 非常感谢一张漂亮的图 谢谢 OK OK 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神时刻刻爆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欢迎小董真心话 我讲真心话一定是 有所本啊 有所本的意思就是 我们讲东西都是真的啊 那当 你有时候看喔 其实在台湾喔 讲嫌疾喔 有很多人会关注你 或很多人会来骚扰你 我有个美食节目啊 人家都要来骚扰你 啊你就是男性折异 国民党折异怎么样 你讲美食很好听啦 但是不要那个 我有时候讲 这种东西都可以扯到 扯到政治啊 真好笑 我介绍美食只是 我也不收半毛钱 我跟业主委 完全没有任何那个 我去吃照样付钱 我也没收电视台半毛钱 就是一个 一个友情赞助 然后他就可以来招踏你 各位朋友很好笑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喔 其实你有时候看嫌疾 我刚讲柯文哲讲一大段啊 我就说 因为这个人他 他的想法我就讲 他没地方去 我就到现场来抽签 然后你 我知道你们在专访我 我就有背而来 就开始讲 讲东西是错的嘛 对不对 就我讲东西是错的嘛 但是 你要看赖校配 那就更好笑了 赖清德现在讲自己的危机 然后又自己在哽咽啊 今天自由时报把它放在头版啊 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自政 赖清德是继存为鉴 现在不用即刻拆除 不用急拆 打脸 自由时报写的好脸 好好笑喔 说打脸 打脸谁 打脸国民党啊 我把它亮给各位听啊 他说 他 不是 不是 那个 就是他不是 他是继存的为鉴啊 那这继存为鉴喔 他说不用即刻拆除 不用即刻拆除 是怎么样呢 不用即刻拆除就是 他还是为鉴 喔 那 他还是为鉴 可是他不用拆除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是 可以看到了 他们想借的 新北市政府 因为他把他甩钩给新北市政府嘛 那 新北市政府 不是侯友宜在当市长吗 所以 这个就是侯友宜的问题啊 各位你现在懂了他的 哦 他的逻辑了吧 那这个逻辑真的是非常奇怪 为什么非常奇怪呢 因为 他就告诉我们 原来 他真的是为鉴啊 那 这个 有时候你想一想真的 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 你为鉴就是为鉴 哦 违鉴就是违鉴啊 然后 自由使报还要写说 打脸 哦 蓝白阵营啊 他是寄存违鉴 不用集拆 哦 这是他的标题啊 那我 我有时候讲 赖金德这是违鉴 当然百分之百是违鉴 赖金德说我这是公僚啊 父母留下来的公僚 不要用国民党眼光来看 他这个明明就是不是公僚 各位你只要上网就可以看 我不会讲是豪宅 他就是一个两层楼的透天处 哦 如果要目视来看的话 四五十平 一楼跟二楼楼地板面积四五十平 我也没有夸大 各位朋友你 你看那个照片随便上网就可以看到照片了 那个叫公僚吗 当然不是啊 那蓝金德说 我 我都有缴税啊 我印象中就有啊 我们家还曾经为了缴税 哦 妈妈苦恼了一阵子 我都有印象 我印象很鲜明啊 啊 其实很简单 你把 你把税单拿出来给大家看就好啊 我讲这个就很简单啊 对不对 一般税单我们都保存五年 为什么有保存五年的规定 因为你如果不缴 他可以追缴到五年 那新北市政府最近给 给赖金德 他那个就是说你要缴 他补缴了五年啊 不到一万块 补缴五年不到一万块 一次缴五年没有缴了 缴不到 这一次有缴 过去通通没有缴啊 我讲这个事实 那是不是違建 違建有人主张猜 有人不主张猜 小董也没有说你要猜 但是你可以看被你们立营点名的 柯文哲老家 新竹老家猜了 黄国昌新北的老家自己也猜了 都自己猜了 他也没有动用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来猜了 那现在人家外面有质疑啊 你们民党一直讲别人 那现在你赖金德也是違建 你有没有自己猜 没有 我跟我爸妈的感情 什么什么 老实讲住在違建 谁会没有感情啊 違建当然会有感情啊 为什么要盖違建 总结在家里少一个房间 对不对 少一间书房 或少一个厨房 那你就盖了 盖了怎么会没有感情 你就拿来使用 当然都会有感情 要拆掉当然很不舍啊 都会有啊 这人之常情啊 可是碰到 碰到 赖金德他就要凹 说我们是違建 新北市政府不认定 我告诉你哦 他家本来的确是很公寥 矮房子破破烂烂 他什么时候改 因为这个是经过杭照图 这个就是科学啊 我们政府每年 农委会那边会派人去拍照 对整个台湾岛拍照 用很细的那个方式 天气很好 然后回去去拍 拍了以后 哦 然后你将来要 哪个房子过去是怎么样 都拍都拍出来 你知道吗 拍出来这就叫杭照图 你可以 老百姓可以去跟他买 我们过去很多违建 比如说苏家庭违建 我们就自己去买啊 真的啊 我就派我的那个 企划 跑去买啊 到现场去啊 苏家庭那时候不是违建 那农舍 哦 那过去是怎么样的吗 的样貌 你就去拍啊 你拿出来 然后 他们家 哦 就是过去的房子 或怎么样 我们都是派人去拍啊 哦 去买 买那个杭照图啊 所以 我可以 认真地跟各位讲啊 赖金德加的违建是2002年 哦 改成现在的透天处 那他嘛 新北市政府都 我们盖的时候 你都没有来捡挤 没有给我们 好 要求我们 拆除后怎么样 后来认证我们是违建 怎么现在才认证 对不起哦 2002年民国91年 那时候没有新北市政府 那时候叫做台北县 台北县长叫做苏贞昌 中央的 总统叫做陈水扁 中央的地方都是你民进党在执政 谁敢去捡挤赖金德 赖金德那时候是立委啊 各位我讲这个公不公道 但你现在说 你那时候没有跟我认定 那时候就苏贞昌在当县长 陈水扁在当总统 你在当立委 谁敢去认证啊 啊然后事购经线 到了现在说 哦我是寄存违建 没有错 台北市也是很多寄存违建 你说这名字违建 为什么没拆 因为违建太多了 83年陈水扁当前台北市长 我是跑阿扁的专家 不用讲 前台湾第一名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以为到来台北市东西 我也不用看任何资料 因为我在现场 我要想起来脑袋就有个影像 就一个电视的画面 你知道吗 83年12月25号陈水扁就职 然后他说 以前的违建我管不到啊 可是我上任以后 再来盖违建 我就要拆了 急报急拆 阿扁那时候的规定是这样 所以以前的都叫 都叫继承违建 阿我不是不拆除 我是没有能力 暂免拆除 暂时不用拆除 可是你如果影响到公安的 我就会拆除 就这样 所以阿扁那时候 丁钩 这个以后后来每任市长都承认 为什么 你真的要去拆所有违建 拆不深拆 我老实讲 就是一个这种 一种情况 那 现在新北的 新北这个对 赖金德来讲 这个是违建 没办法给你合法 那你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他就只能 说他的继承违建 暂免拆除 但是你要照样的克税 我老实讲 赖金德 他这个案子 最后大概是这样处理 你知道 他的违建 为什么没有拆 就是因为太多了 他有一个这样的政策 这是一个政策 那赖金德现在就想说 你来拆我的话 我反而会引起同情 所以我哽咽啊 有人要拆我的房子 没有啊 柯文哲是自己拆 黄国昌自己拆 杨宽恒自己拆 每个人都自己拆 只有你自己不拆啊 老实说是政府不来拆啊 政府没有给我单子啊 真好笑 我讲这些人 我看的都是非常好笑 萧美琴也一样 萧美琴到底有没有双重构极 肯定 萧美琴肯定啊 肯定 他过去是美国构极 他有没有拿到台湾 中华民国的构极 很晚才拿到 什么时候拿到 我跟各位讲 他自己讲啊 我们现在找到他收留书 今天有记者会 徐晓鑫 罗志强跟游署会 萧美琴自己的书写了 他是没有 他只有美国构极 他你要我放进美国构极 我就没有构极了 他自己这样讲 那什么要去取得呢 他说有一个叫 陈宗信 陈宗信 陈宗信是一个 喜信娘的一个 一个字 等于说一个 一个新妇写手 他是 他的文章很好 我以前都拜读他文章 他的文章叫 杭之啊 杭州的杭 知乎哲也的知 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 现在不写了 他说他一个尊敬的长辈 所以后来陈宗信就跟他讲 你就去参选 你用侨选 华侨的立委去参选 那时候可以嘛 现在也可以 侨选立委 你参选了以后 一晚宴公报一征 你就中华民国的公职人员 你就自然有了 所以表示他以前是没有中华民国构极的 那你现在有中华民国构极叫做什么 只有两种 一个叫做规划 一个叫做回复 那你现在是美国公民规划为台湾的 所以蕭美琴 我老实讲 你只要去提告 南京是 每天都讲很漂亮 你去提告的话 他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不能选 选总统跟副总统 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 我郑重跟各位朋友讲 那当然现在 中协会要讲他有 那是中协会 连中协会一起提告啊 你明明知道他是没有的啊 护政机关也很清楚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户籍 你如果出生时候 就有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你放弃了 后来又再回来 这个叫做回复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的人 是不能选 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的人 也不能选 然后大陆 香港澳门的人也不能选 只有这三种人是不能选 这是法律规定 总统 副总统选举罢别人法 小美琴是肯定没有资格的 但是因为中协会在包庇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组所谓的战猫 小美琴最有名的话是什么 我告诉你 小美琴说 我们是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小美琴说 我们是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他是接受美国媒体网问 他这样讲啊 然后现在他们又又开始 他们也不是台独人 也不是什么 这个叫赞猫吗 不是 好 哇塞 我们要记得喝水 好 我们刚刚念到柠檬 是 谢谢柠檬 非常感谢柠檬 他给我的 朵内 不过他的萌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长得很萌 不是 那灵也不是柠檬的灵 因为他没有木字旁 他是我们古灵头的灵 好谢谢 非常感谢柠檬 给我的 朵内 曾树 是 谢谢他 说治安 真的是 我们其实台湾人民 他只有四个 只有两个要求 四个字 安积乐业 你要怎么安积 台海不要战争 歹徒 歹徒每个地方都会有 歹徒要很少 他只要犯难 我们就抓得到 让他觉得犯罪不值得 对不对 这个叫安积 乐业就是我可以找好的工作 然后 我们的物价不要涨到一个鸡蛋都买不到 然后现在一个鸡蛋 就价格跌不下来 对不对 吃的东西 不会 不会踩到雷 很多东西 不能安心去饮食 对不对 所以安积乐业 然后我赚了钱 可以改善我家庭的生活 还不错 所以老百姓要安积乐业 谁做得到 大家都很清楚 侯康佩 非常清楚 好 那 再来是家虎 家虎 洪家虎 谢谢 大家知道家虎 非常坚定支持我 每天都会来支持我 然后 他说他整个支持侯康佩 谢谢 张梅华 谢谢梅华 董哥要喝水 谢谢 然后真心话 他给我比一个这样 大家知道猴康佩今天抽到的是怎么样 OK啊 这次当选 大家努力就OK啊 你比一个OK的手势就知道 然后 张克勤 谢谢克勤 他请我喝一杯咖啡 谢谢克勤 谢谢 然后柠檬又来了 谢谢 董哥加油 董哥喝水哦 非常感谢柠檬 是 还有 喜爱之 谢谢 他也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给我大大的一笔 非常感谢 Telence Telence Neo 谢谢 新加坡来的好友 董哥加油 他说要多喝水 年轻人 谎话 跟着方子走 大家都也知道 然后陈信明 谢谢信明 他也给我大大一笔 感谢 也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方小黄 谢谢董哥要喝水 宅宅 宅宅 谢谢你 EGK06233 他们都来抖念我 非常感谢 谢谢 OK我们准备回市场了 就拜 EVA 欢迎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其实我们现在 虽然在台湾在选举 然后大家各层 所能 各自想法设法 柯文哲没有滑 他只好自己跑去中选会 然后自己在做KP的那个TV 就柯P的电视台啊 每天去播放这 没有没地方去啊 只能打空战 这也是个选举方式 但是 但是其实有时候打了会 让大家 开始会有人有兴趣啊 听柯文哲讲话 那下来以后 你你下来 大家就会有点烦 我老实讲 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现象 现在是一个新鲜的 那下来 那这个现象的话 柯文哲就会 就会比他走之忧臭 加上他的不问基地委 也没办法帮他到地方去浮险 你看到谁下去浮险了 前三名 黄珊珊有下去吗 没有 黄珊珊每天在发文而已嘛 在绩效侯友余说 侯友余在做兵忙 好幻想 黄狗昌 没有好像也没事干 对不对 那第三名 陈昭之 陈昭之只有一个政见 要特赦陈水扁 这也是柯文哲主张吗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其他下面哪些人 你讲也讲不清楚了 各位朋友 我在讲这个东西 我有时候跟各位朋友讲 在台湾 选举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在国际上 有很多东西 好因为 就像我刚讲的 现在契货峰会 第28届 每个国家 大家都在讲鬼话 我说每个国家 是很沉重的控诉 但是真的就是这样 地球已经软化了 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大家讲 他是下一代的事 管他 对不对 你就会这样 现在地球人口 有史以来最多 然后地球又软化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挨二吗 我们当然 我们知道说生命 挨二 这是一个最 最迫切在眼前 很多人没有肚子 吃饱的机会啊 然后很多人 你看在战争里面 一天一小罐的水 甚至都没有水 就加沙走廊嘛 都很清楚 他就是过一个这样的日子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啊 你很同情 我们没办法 发动战争的人 我们不能谴责啊 我们谴责就好像 对不对 你有听过 中华民国的蔡政府 在谴责以色列吧 没有 全世界很多人都敢出来谴责 没有人敢谴责以色列 宾州大协的校长啊 他们到 他们被要求到国会去作证啊 因为现在很多大学 很多大学生 反犹太人啊 有人说要杀死犹太人 把他媚劫 因为以色列代表犹太人嘛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些校长在 这些众议院的议员的痘痘逼人之下 他认为说这个要看一个情境 学生 这样主张 他议员说 你有没有违反 违反那个 有没有违反 违反 违反协校的宗旨或什么 有违反啊 可是协校也主张言论要自由啊 全世界民主国家 不是主张言论要自由嘛 那你要制止啊 没有 后来 七十几个议员联署 要他下台 他就下台了 董事长也下台了 因为美国的学校有董事长 然后这些议员继续联署 要哈喉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也要下台 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去制止学生的 缓游言论 各位好不好笑 这发生在美国啊 我告诉你台湾喔 台湾的 台湾的自由到什么地步 有一个叫馆长的人啊 以前说要跟我单挑 我都不要 你把身体养好 馆长身上刺龙刺龙 小董又一个打十个 两个应该都是武林高手吧 待会我 我不要占他便宜啊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馆长怎么讲 要引述一下 免得讲错被人家告 对不对 他引述的都是有影像的言文啊 馆长说什么 馆长讲的话很有意思 他在2020年2月他谈到疫情 2020年喔 台湾正要嫌疾 大家知道 然后他就讲到疫情啊 那时候的疫情啊 他说疫情啊 就是从武汉开始来的 武汉肺炎啊 怎么样怎么样讲 然后他就很气啊 都是国民党啊 馆长言文我要开始练啊 他说我会带着大家喔 拿着棍棒跟刀子啊 我把国民党一个一个的抓起来 杀掉 哇 有个叫村长 村长跟馆长又不一样 村长是 沾江村 他是桃源的一言 他就很气啊 他是国民党 你这样讲 我就去告你 你要把国民党都杀死啊 就好像把犹太人都把他杀掉啊 结果他就去告 检察官说这言论自由啊 这个 这言论自由他 他讲是他的事啊 村长说我就是国民党啊 他把我杀死啊 我被恐吓 检察官说这算什么恐吓啊 他有没有指名道姓啊 各位朋友我在讲喔 我们台湾好像还有 还有一点言论自由 对不对 还有一点啊 好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有没有 美国不是在全世界在强调 人权普世价值言论自由吗 学生不能反犹太 我们美国可以反美啊 当然台湾也没有在反犹太 我们就是美种人 犹太人 你看到很多偏激的 你不要一股脑就 把他做一个怎么样的解释啊 但是 人家要这样讲 那也就是他的自由啦 这不是一个很平常的吗 为什么在全世界都没办法啊 在美国顶级的学校 在美国的国会 国会可以叫校长来 然后把他骂一顿 然后 大家联合写信给董事会 把这校长给我翻掉 这什么国家啊 我们在讲了 好像美国都在控诉的 极强国家 譬如说是中国大陆或者 俄国 好像美国都在控诉 别人就掌控怎么样 哎呀 学校就是 没有啊 我现在讲的是赤裸裸的美国 你认为 全世界很民主很自由 很有人钱 很有言论自由的 没有啊 他校长就被 就真的被赶下台了 宾州大学校长 他叫麦吉尔啊 他是一个女性啊 那 各位朋友 我在讲 我们现在全世界是不是都改变了 荷兰 荷兰大家认为 哇 荷兰是个很民主的国家 没有 荷兰现在选出一个极右派的人 当总统 荷兰呢 西欧的荷兰是 现在 我们过去认为 欧洲好像是一个 比较美满的社会 比美国还那个 比较没有仇恨 没有 现在欧洲 我们过去所认定这些国家 都充满了仇恨 为什么 因为他们 现在 整个战场 从西利亚开始 美国介入西利亚的 内部 他们的总统叫阿塞德 他看他不爽 他爸爸 就在当总统 又留给儿子 他们认为他没有人钱 没有打压 打压那些医人士 美国就介入了 介入就占领人家土地 嘴巴这样讲 其实因为 西利亚 产石油 所以美国就占领他石油 然后把石油的 输到美国 抢人家石油 我来镇压 因为他没有人钱 这就是美国 你知道吗 我们每天在 讲美国 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是一个垃圾 下山岸 不要脸的国家 强盗 那这国家就发生内战 美国就支持游击队 就开始跟郑鲁金打了 打了很多人就开始逃亡 这大家记得 大概已经七八年了 欧洲为什么有大量的难民 都是西利亚人 因为战争 我有小孩 我不要了 欧洲是一个大陆 左路就可以跑掉了 所以大家就大量到西欧 梅克尔说 这些人好可怜 我们来容纳他 结果梅克尔的民意 伸往下台 民意伸往下降 就只好下台 梅克尔 全世界 本来评价最高的 德国总理 所有领袖没有人 评价比较高 他很人道 他是共产党 他是东德的 大家看 共产党反而还有人道 这些嘴巴的 那个围巾子 人权 言论自由 这些人都是围巾子 战争是他挑起来的 各位朋友看到 现在的俄乌战争 乌克兰又开始 难民越来越多 欧洲的难民都是因为 美国的介入 所以整个欧洲完全改变 是一个右派的社会 我讲这个就是说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就告诉你 很多人面貌好像讲得很漂亮 其实都是围巾子 对不对 我们人生可能有些事情 我们是会隐藏的 你不需要告诉别人 没关系 但是这个是涉及人命啊 多少小孩被杀 然后你一直 去支持以色列 支持到最后 以色列现在在 加萨走廊大开杀戒 结果 大家知道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在联合国提出说 要求停止这场战争 美国反对 因为他有一票火劫权 藏着你色口火劫了 给我全世界大师所望 这就是 这现在目前的国际事实 跟各位分享 我们剩下一点点都能 我们要把它念完 刚刚念到 EGK06233 是 EGK06233 是我们老朋友 他说 三为天地人 四方会诸神 没有错 那五轮五行器 六六 大家看 其实我们 在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各有所辱 但是 大家要把这个看作 每一次选总统 都是一个改变的机会 你如果没有 你就要等四年 那四年的话 又发生更大的变化 是 谢谢A大雄 大雄谢谢 感谢给我漂亮图 还有杨峰 老朋友杨峰 你要看他文章 就要读谐音 然后 书中午 谢谢中午 中午 中午都会来支持我 那 那个 张淑昏 谢谢淑昏 非常感谢 董哥最懂 董哥 没有冒水 哈哈哈哈 讲不出来 谢谢 柯P没有冒水 不是我 我是最懂 柯P是没有冒水 谢谢张淑昏 他每次给我很大一笔 非常感谢 梅基昂 谢谢梅基昂 感谢 只有董哥始终如意 是谢谢 然后许仙怡 感谢仙怡 仙怡非常来支持我 然后杰米 杰米 杰米你 谢谢 美国说的算 谢谢 OK 谢谢董哥